來到EPBX實在15D的第15題 這裡給了一個circle equation來的 我們其實都不妨去計算它的center和radius出來 拿回這個super circle program 就會是-16,86,8-4,8 就是這個center,它叫g 就是等於8-4,radius就是8 留意這個ex-coordinate of center是等於radius 所以這個circle就會touch y axis 所以答案就是yes 你也可以把圖出來 就會是有一個circle在這裡 好,接著說的是現在就touch y axis 好,這個center叫8-4 radius就叫8,這個意思 好,接著去到part B part B就說有一點A在外圖的circle 它是positive y axis 不妨A在這個位置 接著它就說A就 由A就新了兩條tanion出來 一條叫AP,一條叫AQ 那它就說P的ex-coordinate會比Q小 即是P在這裡 那Q就會在這一邊 Q就是這個位置 接著它就告訴你 現在這個圖形的area就是48 如果area是48 那就是說它的一半就是24 即是兩個都是24 因為這兩個triangle 是 congruent的 由tension property 我們可以得知 APG和AQG是 congruent的 好,所以我們如果在這裏 接著A叫做0A 那A就當然大於0 另一方面 那P其實都很容易知道 那P一定是0什麼 而因為它和 center 是same horizontal 所以它是0-4 那就是說 我們可以根據這個triangle的area 去計算這個point A 的 coordinates 出來先 那就是A-4 底乘高 除2呢 就會是48除2 那就會計算到這個A 其實就會是2來的 好,計算到A是2就好辦了 那我們現在就有個 external point 那我們就開let's front 那條tangent require tangent 我們叫做AQ 其實AP已經有了 AP就是x等於0 那我們只差AQ 那我們就叫它做y等於m 或者寫多部給大家看一看 其實這條tangent就叫做y-2 等於mx-0 因為它穿過這一點嘛 這一點就叫0-2 那所以其實我們可以put 這條set y等於mx加2 into我們的circle equation 好,那put下去之後呢 就會得出 s2次加m s加2 2次-16 s加8 ms加2 加16 等於0 即是 變成m2次加1 s2次 這裏就是4ms 4加8 即是12 12個m 然後再減16個s 然後4加16 20 20加16 即是36 等於0 好,現在呢 因為它是tangent 一個point 所以就會是delta等於0 delta等於0 就會是12m-16 2次-4 m2次加1 36 等於0 好,那這裏我嘗試 用手計一次 再用CalGate的program 去引證給大家看 那這裏就是144m2 好 那這裏就會是12乘16乘2 3到最中, Justice v-384m -256 -144m2次 -144等於0 好的 就會這兩個軟軟 即是-384m 256-144 即是112等於0 所以那個m呢 就會是 叫做 112over304 這個m呢也就讓他有 lever 我們試一下用Program看一個M是不是真的7 over 24 還有為什麼會只有一個M Program 4 Center,Center,Radius,不用理會 然後入個Point,0,2 我用了Pi,我應該用E 用E,External Point -16,8,16,Center,Center,Radius 然後入0,2 好了,7 over 24 就是那個Slope 然後Y經常是擾合你 因為它已經穿過Point A 所以這條AQ 其實就會是Y等於7 over 24 S加2 那你說,咦,為什麼會是 變了出0,0,0 那這裡看回大家 因為它有其中一條Tangent 是Vertical Tangent 所以計算機彈一條角出題比你那時候 就彈0,0,0 那這裡大家要小心 要由這部去推上去 對,那你推的時候 就不一定是寫這個的 你喜歡寫呢 就寫回 推的時候 你喜歡寫回24M-7等於0 都是OK的 因為正常你不知道它是384 和1812 好,那所以這條AP都很簡單 AP就是x等於0 去Vertical Tangent 其實你全圖都看到的 其實